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麼下面我們就要進入到第八個小單元 就是有關居處的這個空間設計的部分 那麼這個說來話長 這個恐怕要花一兩週的時間 因為裡面涉及到很多該談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我們講義中 有讓大家注意到這幾個重要的段落 那這些重要的段落要有文字 有評有據 你們比較容易讀得懂 那沒帶來的同學就只好看我們的螢幕了 首先第一個是靠支批來告訴我們 很重要的幾個有關這個大觀元設計的道理 那麼這跟這個居處的空間配置 對不起 我先跟你們說明一下 居處空間配置的意思是說 以整個大觀元為整體來看 每一所屋設他坐落的情形 在整個大觀元的空間當中 他們彼此之間是一個怎麼樣的相對關係 那個是從大觀元的整體空間來著眼 那下一個單元是每一個屋設內部的這個設計 那又會不一樣 我們先從這個由外來看待整體布局的一個角度 那請各位來看一下 知彥在就是說第17回賈政帶著大家由緣提名 這說實在的使得這一回是一步之剛緒 你看他認為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前五回有前五回的重要 那這一回因為是跟大觀元息息相關 那大觀元又是之後最重要的敘事的舞台 所以第17回就是一步之剛緒 所以他說不得不細寫 我們作者花那麼多筆墨 尤其不可以不細細的來批注 為什麼呢 因為後文十二猜那麼書寫到 那麼出入來往之境 你要把這一回弄清楚你才不會錯亂 觀者也才能夠有身立其境的感覺 這個你才不會混亂 那麼他提醒你 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賈政雖近的是正門 請注意正門旁邊還有小門 所以請你們注意 賈政走的雖然是正門 但是他一近正門之後呢 並不是走那個 我們上次有畫一個圖 那是沒有用到 現在今天希望可以用到 還記不記得正殿在哪裡 正殿就是元春回來醒清之後 要升座受理的一個正式的場所 他一定要在正中間 那正中間呢 整個大公園這時候等於模擬了那個皇城 所以他中間一定有一條寬闊筆直的大道 還記得嗎 就直通到這個大門 所以這邊我們的作者是在提醒你 提醒你 他雖然從正門進來 但是他走的不是這一條大道 他走的是旁邊的小路 然後他的規劃就是說 我從這個小路走 逛完一圈之後 就從另外一側的小路出正門 這樣才能夠把整個大官園 比較完整的經歷過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這個支批就說 賈政雖進的是正門 卻行的是闢路 按此一大園 那麼陽長鳥道不知幾百十條 裡面真的是穿梭那麼非常的複雜 那川東渡西拉 臨山過水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今天賈政所行的那個路 那麼不然你就會 請注意支批真的常常寫錯字 他說萬物以今日賈政所行之境 考其方向機制 這個是考字他寫成老 這樣知道 所以你不要靠以為賈政從屁路走 你以為那個叫這個正面的大道 然後你就以這個為基準 去考察他的其他的相關位置 他說如果這樣的話你就搞錯了 他說也正因為他走的是偏僻的小路 然後穿山渡水啊 然後這個趨近通幽啊 所以他不是按照一個 筆直的那種什麼康莊大道去布局的 所以他說政殿反而在最後才寫到 所以逐漸他並非由大道而往 大道就是這一條 也就是從宜弘院出來 他們看到的那條寬闊大路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這一點 那問題就在於這裡 既然如此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把握 這些重要處所在大觀園中的 整體坐落的情形呢 既然不能夠用賈政的那個路徑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我們可以做的方式就是說 仔細的整理 然後不要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然後從這些細節裡面重新推敲 然後整合出一個大致上 大觀園的一個污舍坐落圖 這個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把這個做一個開場白之後呢 我們首先要先跟各位做一個 總綱式的說明 就是大觀園中的這些重要處所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那些命名的情況啦 就可以發現其實各有各的個性 那麼相對而言 他跟大觀園之外的 榮名二府的那一個體現倫理秩序的 正統建築當然有相對上的不同 我強調兩次相對 他不是絕對的 因為會有一些重疊 會有一些其實互相的牽制 那所以我們就引述了 這個是在場所精神的研究上 也就是對於所謂空間的人文學意義 很有名的一位挪威的學者 他所以我們參考他的說法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讓我們對於大觀園的特質 會有一個更清楚的把握 那麼這是諾伯舒茲 這些書我們台灣都已經有翻譯版 那他就提出什麼叫人為場所 那當然這些都是人造的 包括城市 包括這些建築物 包括甚至整個鄉鎮 這個都是人為場所 他認為呢 人為場所是一系列的環境層次 從村莊市鎮到住宅乃至於住宅的內部 這個都會延伸到我們下一個小單元 因為連住宅內部呢都一樣 他是構成了這些空間環境的建築形式 跟活動內容呢 也都會呈現特定文化的豐富意涵 所以那麼這位諾伯舒茲呢 他就說啊 不是 這下面是我說的 我引述別的學者說的 你們參考一下 很多學者呢已經透過引喻的方式 一個Methafer的方式 都注意到 屋舍的內部空間區域跟個體會互相作用 因為所以那個空間就屬於你個人的延伸 可以說呢 家屋空間 他是整個社會具體而為的表征 但是他不但是你的居處 就是不但是你的避風港 你可以隔絕外面的風吹雨打 隔絕外面的紛紛擾擾 他事實上也是象徵投射的最佳對象 所以大官員的屋舍都具有這樣的意義 他都是一個 他們不但是他的居處而已 他都是他個體可以去投射的一個延伸 那麼相對說來呢 這樣的人為場所當然不是都一樣的 他會有相對上面的差異 所以我們藉這個諾伯舒茲的話來說呢 請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就我們的講義有 相對說來大官員外面的榮民二府呢 主要是以中軸對稱和深境平遠 作為建築的原則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對不對 而這樣的一個建築原則 如果用諾伯舒茲的那個場所精神 來解釋的話 我覺得很精彩 因為他講得剛好非常貼切 他說他把建築分成四種啦 我們只挑其中的兩種 那麼事實上對照起來 榮民二府的這一種很嚴整的建築物 他比較屬於諾伯舒茲所歸類的宇宙式建築 什麼叫宇宙式建築 不要忘聞生意 他說他的定義是 這類建築形式所反映的人為場所的精神 很明顯主要是一致性和絕對的秩序 就是一定要一致 而且裡面他就是要維持一個所謂絕對的秩序 因此他的造型是靜態的 而不是動態的 因為那個靜態才能穩定 然後維繫那個一致性跟秩序 所以這一種宇宙式建築 好像吐露了隱藏的秩序 因此他的建築主要的目的是滿足需要 而不是為了用來表現自我 所以他基本上都很像寧國府的這種建築 跟榮國府的這種正統建築 其實看起來都差不多 他們的功能也都一樣 但是大觀園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因為大觀園他凸顯的是一種 各別家戶的獨立自主性 所以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風姿 所以如果說從諾伯舒茲 所分類的建築型態來說 他就比較是偏向於浪漫式建築 那浪漫式建築你們大概就比較容易望文生意 不過他的解釋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浪漫式建築就意味著 他的建築具有多樣性 那麼而且其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氣氛 這個氣氛有可能是幻想的和神秘的 也有可能是親密的和田園的 那麼他通常以活潑而動態的特性來著稱 你看跟那個宇宙式建築的靜態就不一樣 而且這種浪漫式建築是自在表現 表現當然就會把自我的獨特性 個性給傳達出來 所以大觀園中的重要建築物 他們彼此之間都有很大的差異就在於這裡 所以這種浪漫式建築呢 他的造型幾乎是一種成長的結果 而不是出於組織 不是外來力量幫你塑造成的 是你個體內在成長而導致它的成型 那麼因此這種建築物本質上呢 就比較類似生命的本質 因為生命本身就一直在成長一直在變化 而你這樣的一個浪漫式建築物呢 就反映了你這樣一個成長過程中的 各種變化跟它的特點 所以請各位就可以發現到說 這幾處建築物真的從屋設的座落 它到底是不是坐北朝南 它到底是內部的空間是怎麼的安排 然後呢屋設跟屋設之間有怎樣的相對位置 等等等等的一切 包括屋內的空間格局啦 物品擺設啦 事實上就是凸顯了 個別家戶的獨立自主性 所以肖香館就是肖香館 絕對跟紅巫苑不一樣 那麼因此個人個人的成長 就會展現出它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接下來所講的大觀園的屋設 基本上由外而內 我們都要清楚的看到 它確實是偏向於所謂的浪漫式建築物 而不是榮名二府正統的重要的 這個建築物的所謂宇宙式的那一種靜態的層面 這邊做了一個整理 請注意一下 除了這個第17回支批它有一個總批 說明說這個大觀園 其實有所謂的揚長鳥道 有這個百數十條 那所以川東渡西 臨山過水 那所以它的路徑其實是蠻錯綜複雜的 但是中間的那條大道 這個是作為整個園區的一個中間定位 那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我們請各位再注意講義下面 還有兩條這個說明這裡面有幾個重要的訊息 你們一併要參考 首先請看這個同樣都在第17回支研齋的批語 他說這一回所講的東西是非常的細微的 那麼所以他又提醒我們注意幾件事情 那個是我們一般讀者即便讀非常熟 我們都不一定會發現的 所以呢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說呢整部小說後文所云 進賈母臥事後之腳門 那麼這就是朱差呢 那麼日相來往之近 所以後文又說 朱差所居之處 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臥房之後 所以各位你們就要注意囉 原來呢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大觀園中的 重要處所從全局來考量的話 他實際上呢是比較偏在西北這一帶 那西北這一帶呢主要就是 僅靠在賈母臥室的這個後方 所以呢他有變於彼此之間的來往 而隱眼奔波之苦 同樣的各位再看下一段的批語 這一段有一句話很重要 等一下再說 他說呢想來此殿在源之正中 這個殿呢就是正殿 也就是源非要回來醒清 要這個升座行李的一個這個倫理中心所在 那所以他在正中 那麼這一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點 那麼我們往下看 他說呢這個源不是殿方之機 就說他不是一個正方形 他說西北一帶呢是通賈母臥事後 所以喔這邊下面更重要了喔 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來一帶的 好 那麼所以讓租差便於行也 所以我們把這幾條資料綜合在一起來看呢 所以我們恐怕對於大官員的理解呢 就不需要以一個非常這個僵化 那也非常呆板的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去理解 那老實說呢 這樣的一個非正方形非幾何造型的 這樣的一個園區的設計 事實上是符合園林的一個本質 園林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他事實上呢先會棄一個牆 棄一個牆然後再隨著裡面的地理高下 然後呢再去做各種設計 那當然這個地區如果越有變化 那當然越能夠創造出一些趣味 那當然最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呢 你這個牆要怎麼樣去畫出那個地址出來呢 他實際上盡量是不用正方形的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圓 花園 園林 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比較隱異的 比較休閒的 比較是調節身心的 那你還正正方方 規規矩矩 模型當中這個方位會對我們的心靈 造成一些壓迫跟束縛 所以園林本身他基本上是不採取 這個正方幾何形的這個造型的 那所以呢 我們請注意一下 那這邊他特別提醒是告訴我們說 大觀園他西北多寬出來一帶 那主要就是比較是群聚 大觀園中的這個主要建築群的一個所在 那這麼一來最主要的考慮呢 就是他跟賈母的一個相近的一個距離 那這樣的一個相近的距離呢 當然請大家要注意 由於方位 距離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概念 實際上他是由我們的身體感 所引申出來的一個相對的一個範疇 那這個範疇呢實際上 他不只是外在的客觀的一個丈量 他實際上也是心靈的 情感之間的某一種感覺的延伸 所以距離越近 往往表示他們的情感越親近 他們的關係也最密切 那距離越疏離 那當然就表示呢 這個恐怕就反映在他們的這個身體 跟他們的所居的這個所在 他們彼此的那個距離也就會相對的拉遠 那所以請你們注意這段 這幾段話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賈母真正是這些重金猜們的 一個保護的大母神 那麼這些重金猜根本上都在賈母的保護之下 所以享受他們的甚至在原生家庭 所沒有的那一種溫暖啦 那一種安全跟那一種心靈的歸宿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呢 有一段話非常的重要 我們順便在這邊請大家一起來參考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後四十回所干擾 但是呢因為後四十回的干擾 不見得是你透過閱讀後四十回才發生的 那是你在沒有讀紅龍夢之前呢 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好多的意見 潛移默化就已經在干擾你 而那些意見都是來自後四十回 由於後四十回不是告訴我們說 賈母跟王熙鳳是不是採用 一花接木之計 所謂的吊包 然後呢他甚至非常明白表露出 賈母對於林黛玉的有喜而轉為不喜 好的那個表現 而因此我們就很容易被這個訊息所干擾 實際上我要跟大家鄭重澄清 在前八十回裡面呢 賈母始終真的是始終 一直到第七十八回左右吧 你還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 他對於黛玉是絕對的這個寵密 而且呢根本上跟寶玉是相提並論的那個等級 所以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那請大家先有一個概念 那麼現在呢我們再透過文本的其他訊息 請各位呢一起來參考一下 那麼這段訊息呢是出現在四十 大概是在四十 來四十九回 那麼是我們的薛寶琴他出來乍到 然後呢深受賈母寵愛 那麼這一段話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我們假設以前讀過的話現在呢再重複一遍 因為呢我們會在不同的議題裡面 再使用這一段文本 這個在七百五十頁 好 那麼這一段話呢 就是我們薛寶琴就跟姊妹們聚在一起 其中呢有一位姑娘非常坦率 但是她的坦率跟我們黛玉的直率是不一樣的 這中間呢十之毫厘 謬以千里 我們將來有機會呢以一個專題來仔細分辨 真的我們把很多表面相像的東西 可是本質竟然不同的混為一談 結果就這就構成了我們的認識力的一個誤差 以及呢導致於我們判斷上面的嚴重錯誤 那所以呢這個以後我們再說 總之第七百五十頁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當然啦我們的湘芸呢就很好心的 提供給薛寶琴一個中心的建議 請看第一行 那麼湘芸說啊 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 這兩處呢只管玩笑吃喝 注意到了吧 換句話說你只管玩笑吃喝 就表示這是你可以很自由很放心 然後不必擔心唐突 當然也不必呢去提防暗算的地方 而這兩個地方注意一下 一個是大官員毫無問題 這根本就是以保育啊 重差為中心所設計出來的一個人間樂園 所以只管玩笑吃喝這毫無問題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具有同樣功能的地方 除了大官員之外還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就是老太太跟前 那這個老太太就是賈母 所以很明確我們湘芸呢代表 等一下喔你們會看到 他真的是代表眾金蟬門的共同心聲 他發說的呢根本上就是一個 為大家所共識的一個事實 那就是賈母是大家的大母神 他用他的語意來護衛這些女性們 好啦然後下面還有一段話 我們乾脆順便一起看喔 那下面很有意思囉 他說如果你到了太太屋裡 若太太在屋裡 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做一會無法 那麼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 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 太太是誰 王夫人 所以你看喔 史湘芸是一個很有高度的認識力 而又有足夠的坦率的一個人 所以他說的這個話呢 根本上是一個客觀事實的一個展現 他告訴我們說王夫人事實上 也是很疼愛這些姑娘們的有沒有 所以你到了太太屋裡呢 他在你就完全也可以同樣的放心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太太不在 這個屋子裡還有很多其他的成員 那些成員們呢恐怕就各懷心機 而且呢都有很多陰暗的盤算 這麼一來呢你就要提防小心了 所以你看從這句話來說呢 你們就要注意囉 王夫人很明顯跟我們一般 洪學人物論的主流認識真的是大意齊趣 那明明白白文本中處處都在告訴我們說 王夫人真的是一個很慈善的人 而且他願意包容尊重這些女孩子們的 甚至於他們的驕傲 還記得吧 連妙玉那種個性都已經到了權貴不容的地步了 他還用什麼 觀幻加小姐自然驕傲一些來加以合理化有沒有 他覺得這OK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王夫人絕對不是我們一般 所想像的那樣 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成見會那麼的偏俠 而且這麼的牢不可破 所以這段話也請各位一併參考 好總而言之他這段話 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獨立見解 然後是一種很奇怪的與眾不同的這個成見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好不好 那你看喔他說完這番話 寶釵寶琴相鄰嬰兒等都笑了 那麼請看看薛寶釵的一段評論 薛寶釵笑說說你眉心卻又有心 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 好 那我們這個情兒就有些像你 好 請注意囉 顯然我們的薛寶釵對於史湘雲的這一段論述 好 這一段表述他的看法如何 他是認可的 了解嗎 他只是覺得 所以你看喔你能夠講出這番話來 表示你絕對不是一個橫衝直撞很蠻撞的人 一個橫衝直撞莽撞的人 不可能看得深看得透看到全局 那麼但是看得深看得透看到全局的人 有的時候為了要周全四方 他不一定願意要去把這個事實揭露出來 他就會比較內斂 然後放在心裡 這個叫做皮裡春秋還記得 但是我們的史湘雲又有一些 在這兩者之間的優點 就是說他既看得深看得透也看到事實 但是他又能夠有一種坦率把他表露出來 所以你們看喔 下面這句話就很有意思囉 我們這秦兒就有些像你 有沒有注意到原來薛寶釺的個性 是比較偏向史湘雲的 所以在性格上他又有一點均衡 就是不像我們林黛玉的那種直率 往往是傷人的那種方式 那可是他又沒有其他橫衝直撞型的人 那種魅於事實 然後一意孤行的缺點 所以事實上薛寶釺的性格是最完美的 他還有別的優點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講人物論了 我們這段話只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有好多的訊息 那我們作為一個讀者 應該每一句都好好的尊重他去理解他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到我們的講義第四頁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我們的賈母確實是種金釵 種這些小姐們的這個保護他們的大母神 那所以他們反映在空間距離上 也以一種便於往來 彼此非常親近的這一種安排來加以體現 那這個呢是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好啦 這樣的一個距離的一個安排 不只是反映在金釵們跟賈母之間的關係 那麼這些住在園中之人 他們彼此之間當然都是姐妹都是兄妹 可是當然也有一些親疏遠近的一個細微的差異 那麼這個細微的差異怎麼樣 透過這些污舍的座落關係來加以呈現呢 這就是我們下面安排的幾個小的單元 首先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小單元是距離與坐像 當然我們先從距離開始談起 因為這樣子比較能夠延續剛剛的那個議題 就在距離的一個反應上面呢 請注意一下有一個最鮮明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所謂的牧師最近 那牧師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指寶玉跟黛玉 那他們呢這兩座所居的這個污舍 之所以最近那當然沒有問題啦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從前身愛到今世的嘛 對不對 雖然可能是包含著很濃厚的倫理性質 可是他們的關係呢確實既深遠 那麼又非常的這個深厚 所以當然他們的這個在大官員中的所居 也以最近的方式來呈現 那麼證據在哪裡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在第23回 他們要搬進大官員的前夕 大家呢就開始在比較受寵的人 當然就有比較大的選擇權 那所以他就可以先選好的 那麼先選的人有誰呢 當然就是林大玉啊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再把他當作 是一個什麼養人鼻息可憐的孤女 假如養人鼻息可憐的孤女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願意做孤女了 好 請各位看363頁 好吧 那麼在這個第二段 因為已經受到元春的下獄的一個 這個有條件開放的這一道訊息 所以大家就開始要進行準備 遷居的準備工作 然後所以請看這個第二段 那這邊第三行啦 我們的寶玉呢 已經來到了這個賈母跟前 那就遇到了黛玉 那就問他說那你要住哪一處好 那林黛玉心裡正盤順這件事情 忽然見到寶玉問他 他就笑說我心裡想著肖香管好 因為啊愛那幾肝竹子引著一袋驅藍 比別處更絕幽靜 那當然林黛玉這個性格還很孤僻 所以他選的就是那一種呢 跟大家比較隔離 而且呢有千百肝翠竹的一種間接的 一種隔絕 更讓他呢能夠安頓在自我的個人空間裡 所以呢他就選了這個地方 那寶玉聽了呢就拍手笑到 震撼我的主意一樣 有沒有這兩個人的審美情緒 其實是很高度一致的喔 那麼他說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 我就住怡紅院 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兩個地方雖然是園中最重要的處所 但是他們的設計呢基本上是遠離 不能說成交 更遠離其他人來人往的那一種干擾 而最重要的是咱們兩個又近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近的安排 當然不用說了啦 我們請各位呢看一下在講義中 我們幫大家做了一個整理 就在第三小巷 這個第三小巷我們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用途就要來證明說 怡紅院跟肖香館真的是最近的 除了這邊的一個陳述之外呢 確實啊在他們的具體生活中呢 就如實的演繹他們的近距離 而不是用這種的抽象的說明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呢 那主要是在74回抄檢大觀園的順序 那麼就在這一段抄檢大觀園的過程中 請你們仔細的閱讀這一段情節 因為他非常重要 他把每一個人的個性 然後呢以及超檢中所牽涉到的 各種複雜的人事關係 就藉由這個情節展現出來 那麼所以呢 我們這裡不能再大家 再帶大家仔細看 因為再看下去 我們要不斷的起路亡羊 內志揚已經跑丟了好多次 我們不能夠再放任他了 那所以呢簡單說 請看我們講義的整理 基本上來講是我們的這個王熙鳳 他就帶領一群人 這個就叫查超大隊 我們就要進去進行這個任務 那麼這個任務是這樣子的 從原門入口 可是這個原門入口是不是大觀園的正門 這個我並不確定 我認為應該不是 他可能是旁邊的腳門 那不管從正門還是腳門 重點在後面 當他們從這個入口進去之後 他說為了要殺他個猛不防 所以他事先不走漏訊息 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讓大家來不及整理 來不及收拾 這樣子才是查贓的一種 爭取速度的一個表現 那麼所以進去之後 請注意第一站就是怡紅月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74回當大隊人馬進了園之後 第一個查超的重點就是怡紅月 那麼就這個而言很明顯 怡紅月一定是最靠近出口的地方 對不對 出口當然同時就是入口 所以這個是我們等一下第三項 要跟各位說明的在空間布局上面 怡紅月的座落的一個特性 可是查完怡紅月之後 下一站就是蕭香館 然後當然這個過程中 我們大隊人馬之間 還有對查超的一些顧慮 他們彼此有一些交換意見 好 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說 總而言之請看我們的這一段路徑的整理 那麼怡紅月下一站就是蕭香館 那蕭香館下面當然就是秋爽斋 然後一路下去 那麼這個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我們剛剛提過 為了爭取這個效率 然後不讓人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 進行各種掩蓋遮蔽的這種工作 所以他一定是超進路 懂意思嗎 超進路我才能夠最快的速度呢 到達那個查章的地點 那所以我認為 我在猜這樣的一個查超的順序 蠻能夠客觀反映出這些屋舍之間的距離 那所以呢 各位請看一下 那怡紅月當然最近入口 然後再來就是蕭香館 然後呢一路往下面去延伸 如此說來 如此說來 從這樣的一個查超順序呢 事實上也讓我們看出這些屋主們呢 他們在小說中或甚至就在賈母心目中 在我們作者筆下敘事的這個需要上面 他們的重要性的差異 那你看最重要的當然是賈寶玉 對不對 他根本是全書的一個敘事主軸 那當然再來就是林黛玉 可是呢蠻有意思的 秋爽齋就是探春 他事實上是排第三名 然後呢當然李丸就更往下 那下面的那個暖香物 別名紅樓夢中對這個暖香物 有的時候他會用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藕香蟹 這個是誰的住所啊 就是錫春啊 然後你看最後一站是紫林州 紫林州是迎春的住所 那老實說這個順序也呈現出 他們的優先順序跟他們的輕重關係 那當然啦我們漏掉一個 那個呢不在茶操範圍之內 所以他當然不在這個路徑裡 那個是恆無怨 所以恆無怨並不是完全不重要 不是 而是因為他的屋主是親戚 這他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親戚 跟林黛玉不一樣 林黛玉是被當作假虎的自己人的 知道嗎 在好多的地方 他根本就是作為自己人一體對待的 所以呢包括看戲啦 包括茶操啦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林黛玉也是要被操的喔 所以我就看過一些論文 他們就就此呢 我覺得是片面發揮啦 然後就說你看林黛玉好可憐喔 他作為一個孤女就要忍受這樣的侮辱 那我們的薛寶釵就不用什麼之類的 這種論斷根本就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 事實上賈家並不是要來羞辱林黛玉 所以去操檢他 如果是的話 那麼家寶玉也受到羞辱 所有賈家的重要的子弟們 通通都受到羞辱 這個邏輯是很荒謬的喔 所以呢 簡單說我們林黛玉之水被操檢 是因為他被當作自己人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家的人現在通通都操檢 當然他不會例外 所以就此而言他事實上地位是更高的喔 好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怎麼判斷真的要盡量客觀公正 用統一的標準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各位注意一下 果然呢 果然錫春跟迎春他們確實才能最低下 確實他們的能力各方面也真的是比較的薄弱 我們錫春是非戰之最 因為他年紀很小 這一點我們將來人物論專題的時候再說 可是盡春他真的必須歸咎於自己的軟弱無能 他的生命的那樣的悲慘 有一半以上是必須要自己負責的 所以你看他的地位是墊厚的 那可是越前面他們就越重要 包括才能 包括性格的鮮明 包括他們在賈母心目中的地位 這個都是息息相關 所以都從這樣的一個順序呈現出來 然後怡紅院跟蕭香館的這個相繼 我們又可以很清楚的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印證 所以這就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當然啦 既然看到這一個順序 我們就準備 就是我們就直接跳到第三項 那麼最靠近那個園的入口的 當然就是怡紅院 那就是我們從第十七回 不要忘記啊 我們賈政一行人在入園之後 到處巡遊提扁這樣的過程中 最後一站是不是就是怡紅院 而就在怡紅院徬徨一陣之後 出來是不是就直接接到大道 然後就到了正門的出口 有沒有注意到 那麼這些訊息都告訴我們說 怡紅院真的是最靠近大門的 好 那這樣的意義是什麼呢 當然啦 表示它是 我覺得啦 有那麼一點意味 就是回憶他作為降動花族的心願 跟他的一個位置 那麼降動花族 你是不是要護衛女兒群 對不對 守護這個淨土 那守護者是不是就要在門口把關 然後怡夫當官 萬夫莫開 萬夫是不是莫開 那當然要看實事 要看能力 但是他頗有那種一夫當官的那一種氣魄 他拼命努力的想要去保護那些女孩子們 有沒有 他唯一的心願就是 你們都不要到園外去 你們都不要結婚 然後我們就大家守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那麼你能做到的 當然就是護衛這個大門 而不使他成為流散的一個出口 好 那所以呢 我想這個降動花族 總花神 我們之前看過什麼 琴榜朱燕之冠等等 又都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上面 得到印證 然後呢 請各位回到第二項 這個是最有趣的一點 那就是呢 那橫無怨在哪裡 沒有辦法透過查抄的過程去反映出來 那我們就只好靠其他的訊息來判斷 那麼這個訊息在哪裡呢 請各位回到我們的第17回 這邊的17回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描述 我想呢 我們大家急著看情節 就會忽略掉他背後所隱含的那個空間架構 所以我們要稍微的提醒一下 那大家就會注意到了 那麼就在那個第260頁 好 來 這個260頁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這一站是到了橫無怨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就發生了很多的描述 包括山石的設計 包括植物的設計 等等等等 好 我們植物的設計下面一個小單元再說 然後請各位翻過來262頁 262頁 好啦 終於他們又離開了橫無怨 那麼下一站是到哪裡呢 請注意 262頁的第中間這一段 他說呢 說著大家出來 行不多遠 則見從閣為俄 層樓高起 然後面面臨宮和抱 條條腹道淫癒 那麼所以呢 下面就有一大堆的 這種平穩的式的描述 好 假正說 這是正殿了 所以你看橫無怨出來 那就直接到了正殿 然後呢 這個正殿當然富力堂皇 因為這是元春以皇妃的身分還來省親 最重要的一個處所 好啦 那眾人就說要如此才可以 這是事實 這裡是不能節省的 他說雖然貴妃從結尚柬 真的元春性格實在是太迷人了 他真的是生在富貴場中 卻又富貴不能贏 這個人了不起 所以家教良好 出生世家大族 但是卻完全沒有這種嬌涉的習氣 這個真的要天生的禀婦加上後天的教育 那所以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賈府裡面的女孩子 出色的女孩子 通常都有這樣的特質 他們絕對不是爆發戶 所以絕對不會滿身的鑽石黃金 那個真的就是爆發新榮的那種 會讓人家覺得非常世俗的 庸俗的一個表現 好啦 所以貴妃雖然從結尚解天性 惡凡樂僕 這八個字也請你們記得 因為這都是對於元春性格的絕佳描述 他真的是惡凡樂僕 很微妙的 生在富貴場中而富貴不能贏 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種 帶有真定充實的本性的 才能夠有的一個表現 但是由於他的身分地位不同 這個就不再任由你的本性來選擇的 因此禮儀如此不為過也 那所以各位從這幾句話 我也希望大家再回顧我們之前所說的 還記不記得 真正要由他的天性來說的話呢 他恐怕比較欣賞 寶釵跟黛玉中的哪一個啊 恐怕是比較欣賞黛玉對不對 因為從靈觀的例子 我們可以合理推測 那麼但是禮儀如此 你要從這個大局 從整個家族 從整個群體的角度來衡量的時候 這就由不得你的天性 你要從大局來設想 那你的選擇呢 恐怕就要先把自己放在一邊 所以他後來呢 對於寶二奶奶的人選 是不是就做了寶釵的這個選項 還記得嗎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是人啊 真的你要成長 就是不能夠一意孤行 不能夠以自己的喜怒哀樂為中心 否則你就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人要成長 成長就是你一定要先縮小自己 然後呢才能夠放遠 那麼眼光放遠 然後呢可以放眼全局 好 那所以呢 各位請看一下 請看一下 那所以呢往前走 那麼只見正面現出一座御石牌方來 那上面呢 龍排赤戶玲龍早就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正門入口 那眾人就說必是蓬萊先進邦廟 所以大官員原先的那個命名 你們還記得吧 好像是什麼天仙寶靜對不對 那就非常的庸俗 那我們的雲村之戶 就把他改名做大官員 這就好得多了 那所以呢 我們下面請繼續往下看 因為有一些訊息要提醒 那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悠所動 尋思起來倒向哪裡曾見過的一般 可是一時想不起是哪年月日的事了 那於是他就感覺上有點恍惚 那個整個才師就變得遲鈍下來 所以又被賈政又說了幾句話了 那他到底心中一動到底是有什麼所觸動呢 他想不起來的那件事情發生在什麼狀況中 到底有什麼地方跟這裡產生似乘相似的重疊 回答得出來了吧 這座玉石牌坊其實就是他在第五回夢中 有沒有 那麼這個神有太虛幻境的時候 是不是就經過一座牌坊有沒有 這就是具體而應該說具體的投射在人間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有非常高度的近似性 那你夢中所見常常不見得是留下清晰的輪廓 所以他要花一些時間再去這個回想 好啦 可是非常明顯的是 非常明顯的是 他讓我們看到大觀元確實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 那這個已經變成是洪學的常識 那我們的用語是來自於宇英時先生的說法 那我想這裡面的論證 包括清末的評點家 那甚至包括支批早就已經點出這一點了 那這個毫無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請各位就要注意囉 那麼這個正點在透過支批所說的話 回到我們講義的第四頁 剛剛我們唸了一段呢 第17回的支批 來第三段的第一句 想來此殿在原之正中 有沒有注意到 那麼所以呢 可想而知這個正殿一定是要居中來設計 來請各位看一下他為什麼要居中 這個居中跟他皇妃的那個至高的王權 是息息相關來請各位看一下 老早在古代先秦時代如荀子 他們都已經從這個禮儀、禮治的這個角度 說明中這個思想 他事實上會跟王權相結合 來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螢幕上的這段說明 那麼把這個作為皇權的體現的這個正殿 放在居中 這事實上就是古代上宗思想的實踐 好 那什麼叫上宗呢 上宗就是注重這個中位 對於中國人來講 有沒有注意到中國人 中華民族都有哪一個共通的用字 就是中 為什麼呢 古人 我們的古人是 當然也有資格來驕傲的 因為他們創造這麼輝煌這麼深厚的文明 而當時對於他們而言呢 這個優秀的民族就是全天下的中心 懂嗎 其他就是什麼 蠻夷 東夷 西迪 南蠻 對 那個我總是背不起來 我們瞧不起四方的那些 所謂的落後的部族啦 所以又是什麼東夷 西迪 南蠻 北戎 所以他們的名字是不是都加 通常都加上個動物邊有沒有 什麼兇奴啦 奴不是 就是奴隸嘛 然後什麼堤 槍 傑 有沒有 全部都是動物的名稱 他們就被貶低 所以這個是當時這個優秀文明的驕傲啦 所以也把自己就自命為天下之中 所以叫中國中華是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上中思想呢 很早就有了 然後它體現在諸多方面 那這個中到底它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來請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象徵 執中統領四方的樞紐意義 就是我居中就可以統領四方 那麼基本上呢 它就帶有一種這個統帥跟主宰的那種意義 那所以對我來說呢 當知焰哉提醒我們 這個正殿當然就是元的正中 那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他也是呢整個大官員各方 具以辨識方位的一個中衛所在 他是一個中衛 那麼所以呢這個中衛的一個意義呢 來 荀子早就說了 請看喔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這是禮也 禮至如此 王者一定要居中 因為他本來就是全天下的主宰 那所以可以統領四方 那於是呢這個中衛就跟王權相結合 所以皇妃的元春 當他要回來大官員的時候呢 他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要體現王權 那於是在方位上面也就必須要居中 這個是他們幾千年來的一個 上宗思想的一個具體化 那麼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上宗思想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下面這段話的說明 這個也是學者的研究 也就是說從空間的秩序角度來看呢 那麼地中思想 於是我們看又有中衛又有上宗 再來呢你看這個地制是指空間 那麼這樣的一個空間這個秩序 所呈現出來一個地中思想呢 最後他甚至就被抽象化 而且被原則化 他成為一種至高的價值觀 那王權當然是至高的權力沒有問題 可是他也因此衍生到其他各個層面 變成一種至高價值的一個表現 那他當然也就因此會成為一種思想權威 於是呢他也賦予人文社會中 佔有地中者 那麼這樣的一個地中者呢 給他一種有高峰權利的一個合理性 就是說你越是有地中地位的人 那麼我們呢也賦予你一種至高的一個權利 那合理性就在於我們上宗的這個思想 好啦所以這麼一來呢 下面是我的話了啦 那麼政殿 大官員中的這個政殿 他既然是執行軍權的一個倫理場所 是一個理智的場所 那麼元妃省親時呢 是在這裡要來升座受理的 然後呢再出源到賈母的房中去施行家禮 要注意元妃第十八回回來省親的時候 那個順序是這樣 他一定要先到大官員中 然後呢在這邊以這個貴妃的軍權的身份 來接受呢眾家人以臣子的身份來行禮 然後再出源 出源之後呢 他才去以這個家庭中的這個倫理關係 那麼重新有一番的這個施行的一個儀式 所以換言之元妃以他皇妃的這個王室的身份 請注意這個王室的身份當時就稱為主位 好 所以你看中位又是主位 好 所以他是主人最具有至高的權利 那麼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不是某個意義來講 根本就是 你如果軍權關係一納入進來 你就一定臨駕於這個父子關係 所以他具備有超出賈母賈政王婦人之上的 一個至高的權威 那當然他對賈府跟對大官員 都擁有直接決策的影響力 那麼所以就此而言請各位要注意了 所以大官員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他絕對不是一個 真的是可以脫離理智 脫離倫理秩序的一個自由平等開放的世界 不是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原理 因此不是方方正正 但是他居中有一個正殿 然後這個正殿體現的是這樣一個上宗思想 跟王權結合的這樣一個至高權威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 大官員事實上他本身又兼具了一個理智的場所精神 聽得懂意思 所以他絕對不是一個真的就是什麼什麼 大家都很自由解放的一個樂園 全非如此 他有很高度的秩序在裡面維繫 只是他維繫的方式跟大官員外的那個世界稍有不同 他的形態有一點不同 但是他事實上是不可能完全沒有秩序的 尤其只要有位高權重的人來 大官員立刻要退讓他本身的那個員林層次 而要以理智場所的層次呢為優先 除了這個員妃回來請親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那個是在第七十 我忘了是在第七十幾回 大概是在七十多回左右 那邊有一段情節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賈母八十歲生日 然後是不是很重要的那些太妃都來慶賀有沒有 然後那些太妃們來慶賀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他們都到哪裡 要進行所謂的退居 退居就是你們知道他們這種王府的 這個階層繁文入竭 就算我到你家幫你慶生 那個衣服還是要換好幾次 你們知道嗎 就是去喝茶的一次 然後去幫你祝賀的時候又得要換 所以他們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個 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一個情況 所以哪邊當退居 哪邊呢要去收拾出來 然後讓這些皇妃們休息等等 注意一下那段情節提到的就是用大官員 好 他用的地方就是大官員 所以你看大官員常常就是要被挪出來 部分的挪出來 然後作為這個行李的一個倫理空間 所以這麼一來呢 大官員其實是很複雜的 絕對不能夠把他那樣的單一化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正殿的一個意義 用所謂的上中思想 所謂的中衛官 地中 主衛的這些觀念全部把他打通 你就會注意到大官員事實上 有一個隱然的 但是卻又是具有最高的一個主宰的一個權威 那事實上就是皇權在這個支配的 那麼沒有原非的下獄 他不可能讓這些女孩子們住進來 這個都是在在服飲這樣的一個結構的關聯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可是呢最奇怪的是 最接近這樣的正殿的所在的 卻是哪一所巫社 是恆無苑 好 而恆無苑是誰住的啊 這是薛寶釵住的毫無問題 如果我們從這個距離所代表的一個情感意義 或者是某一種近似關係 那麼這無形當中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的薛寶釵確實最符合 這個主流價值的一個肯定 他也最貼近這個權力中心 可是這未必是他自己去爭取來的 這也未必他稀罕 但是實際上他內外各方面的 這一種完美的大家歸秀的 一個素質 一個表現 確實是成為呢在上位者 那麼要為這個賈家選擇繼承人的時候 的一個最佳人選 所以很快的有沒有注意到 就在二十幾回當元春要發送 這些端午節的肆禮的時候 我們寶釵的地位就凸顯出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這於是呢作者非常精密的 也把他呢呼應在他們的這個巫社的 這個空間規劃上 這個是請大家可以注意到的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距離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談一個坐項的問題 這個說來話長 由於呢大觀元真的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他既有自由浪漫 但是呢卻又有呢秩序跟這個倫理性質 那麼所以呢常常也受到理智的一個束縛 可是呢他又常常有脫逸而出的 那個隱異的那個面向 那所以這麼一來呢 當我們側重在這個倫理性質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剛剛所說的那些內容 可是呢當我們比較偏重在呢 他作為一個半隱異空間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又會注意到了喔 他的這個坐項又體現出呢比較是一般性的這個倫理性 一般性的這個園林的性質 怎麼說呢各位要注意 凡是體現倫理秩序的那些所謂的宇宙式建築 他們在中國這個文化傳統中呢一定是坐北朝南 而且你們看一下我們的房地產廣告喔 當他要來凸顯他的這個房子的優點的時候 就會開始找 如果其中有這一項符合的話 他一定會打出來作為他的一個優點的選項 那就是坐北朝南帝王坐相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詞 有啊 只要看到帝王坐相 你以後就該知道他的方位一定是坐北朝南 那確實如此 我們所有的皇城的皇居的設計都是坐北朝南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中國是 我們都位處在北半球嘛 那坐北朝南在採光上面在日照上面是最好的 冬暖夏涼 這個都有他們現實上的依據 可是呢反正你如果跟人文的價值結合在一起 那坐北朝南純粹只是為了氣候上面 我們生活上面的舒適 結果就變成了帝王的一種這個方位的體現 好 所以呢請注意 那麼就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所以當我們要逃離這樣的一個秩序的時候呢 那麼避開社會的倫理束縛的時候 那麼園林中的屋舍通常就不採取這個南北坐相 因為那又是另外一種僵化跟另外一種刻板化 那對心靈上來講又會再重複 我們日常生活社會當中的各種禮教束縛了 所以園中的這個屋舍的建造 通常不採用這個南北坐相 然後呢比較隨意 各位請看一下我們這一段呢 我們就引了明大一部呢 園林的非常經典的這個專書 就是繼承的這個原野 這本書非常的重要 是所有研究園林美學一定要參考的作品 那麼這裡面呢 我們只摘入跟這個坐相有關的幾句話 他說呢園林烏雨雖無方向 雖無方向當然後面還有別的話啦 可是我們重點是在告訴大家是沒有方向的 也就是說你就因地制宜 這邊剛好有山有水 你就順著這個地勢去建造 那那邊呢又有道路位移 好那你就根據他旁邊的這個地理空間 然後就他的這個地勢來加以規劃 所以基本上他就沒有那麼嚴格的 一定要南北坐相 然後看下面還有一句話 他說呢方向隨宜 糾攻合見 所以你看方向隨宜就是說 隨著你地勢上的一個合適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你再去做這個防務的座落規劃 所以我們必須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這個我做過考察喔 欸 猜猜看 依弘月 蕭香館 我們看過的這些所有你們認識到的建築物 哪一所你可以明確告訴我 他是南北坐相的 是坐北朝南的 有沒有 好 這個呢我知道你們一定都想不出來 因為這真的是蠻難的 好 我沒有列在我們的講義裡 告訴你們 我查閱過全書很多次 唯一透露出這些巫舍是坐南朝北的 只有一所 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所呢 欸 那坐南朝北是帝王坐相 甚至他比較有強烈的這個理智精神的 那麼誰比較適合呢 你們覺得呢 說實在的喔 你們亂猜的結果呢 我必須告訴你們 一定是錯的 好 對 你們認為是恆無怨嗎 是不是 欸 非也 全書當中沒有寫到恆無怨的坐相 完全沒有 所以沒有證據 我們就不能夠具以推論 不能想當然爾 雖然好像也有可能 可是世界上的可能性到處都有啊 為什麼你選這個有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證據 所以告訴你們 唯一真正寫到他是南向 就是坐北 朝南的 是藕香蟹 很吃驚齁 是 就是暖香霧 也就是誰住的 是席村 就是呢 賈母一行人啊 他們要去看這個席村 畫畫到底進度如何 有沒有 他不是被林黛玉嘲笑說 畫個大觀園圖要兩年對不對 然後他確實真的畫得很慢 所以賈母就有點擔心 然後就跑去看他 結果就在整個那個成教行徑的過程 就有提到 這個暖香霧是朝南設計的 我等一下再把那個回溯 來告訴你們 好啦 這就很有趣了 為什麼只有席村的屋舍 是這麼樣規規矩矩 這麼樣子的束縛的 以這個理智的一個精神來安排來設計 這我們當然就可以多想 那我想呢 我們等到那個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因為席村這個女孩子 我事實上是非常疼惜她的 雖然她一點都不可愛 但是呢 她真的是非戰之罪 她真的很小 所以《紅樓夢》很有意思 她刻畫各式各樣的女性的悲劇 而每一個人的悲劇樣態都不一樣 包括她們的天賦不同 包括她們的後天成長環境不同 包括她們的年齡不同 以至於造就出形形色色的女性悲劇型態 而席村的型態呢 真的是獨一無二 就跟林黛玉的型態是獨一無二一樣 就跟薛寶燦的悲劇也是獨一無二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覺得 《紅樓夢》這麼樣的引人入勝的原因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非常鮮明的特質 然後讓我們呢 真的也是到了人性的大官員裡面去尋憂仿勝 而因此大有這個斬獲 好 那所以我們先提醒大家這一點 但是我為什麼提這個 所謂的做北朝南跟方位的問題呢 主要是要來談一個問題 請你們回答我 當這一個十七回賈政帶領一行人 到處去遊園提點的時候 最後一站不就是一紅月 但是很奇怪的是呢 當時我們有提醒大家 有一個很奇怪的描述 那要如何解釋才合理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來談的問題 有沒有注意到 當大家就像迷宮一樣有沒有 在屋裡已經迷失的到外面 又迷失的走不出來 那是不是有賴於賈政引導大家 可是呢最有趣的是賈政有說 如果我們從後院出去 那麼倒比先前更近了 有沒有 離大門更近 那換句話說後院比起前門來說 距離大官員的入口要更近 這如何可能 各位想想 如果說儀弘院是一個坐北朝南的設計的話 我們以這個居中 上中的這個正殿作為標記 因為他是同領四方 這個是毫無問題的 那中間有一個大道 這我們畫了好多次 現在終於可以用上 那你們告訴我儀弘院應該在哪裡 然後他應該怎麼坐落他的方位 才會造成那一種後院竟然離正門口更近的 這個奇怪的設計 如果儀弘院是坐北朝南 想想看 剛剛說這個知焰災說前面西北方 有沒有 這邊會寬出一帶 然後他說豬菜門主要是住在這裡 那當然啦 這個時代已經隔得太遠 所以下面所說真的也是我們的揣測 支批的話有些要互相參照 你會發現也有出入沒有辦法統一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暫且脫離支批所說的範圍 我們就把儀弘院放在最靠近大門的地方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那儀弘院該怎麼坐落 如果他在靠這邊 好 他如果靠這邊 因為肖香館一定在這一邊啦 那他要跟肖香館最近的話 他事實上是應該在西南方 不要忘記慶芳溪的一個流向 他的路徑最後就是在哪裡總會 是不是就是西南 有沒有 賈征說的 所以我認為儀弘院應該是在西南 好 我們暫時這樣畫 那他確實又最靠近入口 可是我這樣畫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畫的又是坐北朝南的 這樣的一個方位 可是如果說他是坐北朝南的話 來 正門應該在哪裡 正門是不是應該在南方 正門一來後院怎麼可能會更近呢 反而更遠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儀弘院絕不可能是坐北朝南 不然就很奇怪 那所以該怎麼畫才好呢 他必須在西南這個座落又最靠近正門 但是後院又要更近 所以我設想了好幾種可能 只有一種情況 那就是他可能是坐西南朝東北 對吧 也就是說大觀園的正門可能是在東北方 那後院是不是就在西南 那這麼一來他就有可能比較近 或者是坐東南朝西北是不是也可以 你們的方位不會亂掉吧 好 坐東南朝西北就是後院在東南方嘛 那這樣他是不是離正門就更近 有沒有道理 那這麼一來有沒有注意到 這就合乎那個繼承原野所說的 是沒有方向 方向隨意 而這個合不合乎 原林的一個建築的設計法則呢 完全符合因為原林本來就不要再規規矩矩的 那樣實在是太大的束縛了 好 那麼問題就在於這裡 有一位大陸學者他對這個大觀園圖呢 也做了一番下了一番功夫 也做了一定的考察 然後他提出一個看法 他說他就是拘泥於坐北朝南 他忽略掉原林中的建築事實上是無方向 方向隨意的 於是他還是想當然爾的用一個坐北朝南的觀念 來理解怡紅院 那這下子怎麼辦 我們又要符合他後院離前院 離前門那麼距離正門更近 那這怎麼辦呢 他就設計成這樣 他說那大觀園圖可能是東南這邊突出一塊 然後怡紅院就在這裡 那坐北朝南的情況呢 那正門在哪邊 正門是不是在這邊 對吧 那這麼一來呢 後院是不是確實離正門更近 這是他的說法 那我真的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因為這樣子設計真的非常的詭異對不對 那詭異在哪裡呢 你正門一出來就碰壁 這太辛苦了 而且是不是離仲差門的屋設 是不是離得更遠對不對 而且你們要注意喔 查超的路線 我們再回到講義第四頁 看一下那個查超的路線 如果說呢 照我們這個查超的路線來說的話呢 好 從那個入口進來 你看先到怡紅院然後再到肖香館 那要穿透這個整個的那個康莊大道 這個路程也實在是太過挑遞 關山南岳啊 我在亂用成語 好 總而言之 這個是 我認為這是不大合理的啦 所以這個設計有這樣的主張 我想也許從整體來講 這個恐怕是不恰當的 那因此呢我還是認為 怡紅院應該是在西南方 因為慶芳西的總會就是在西南 然後流出去 然後再加上他跟仲差的住所 又有他的一個距離上面的鄉跡 然後再加上園林建築物呢 本來就不要拘泥於坐北朝南 因此各處處所只有藕香蟹 我們看到是合乎這個所謂帝王座相 所以零零種種加起來 我認為怡紅院應該還是在這裡 然後他的座落的一個方位呢 有可能是坐東南朝西北 或坐西南朝東北 或甚至坐南朝北可不可以 坐南朝北啊 那後院是不是其實也更近 可是那個南北又太過拘泥 所以我的意思是總而言之 這個坐項的問題就是要提醒大家 我想這些建築物 基本上就不要引這個南北方向來設想 但是他們到底怎麼坐落 這個就無從考察了 唯一可以考察到的就是藕香蟹 而這當然跟他的屋主的性格 也密切相關 對 剛剛有關那個藕香蟹呢 是坐北朝南的這段描述 是在第50回 第50回這個772頁的第一行 就在第一行 第一句話 他們眾人進了向南的正門 所以你看 所以我們的錫春 事實上是真的可以專題來討論的 他有很有意思的內涵 這個有意思當然我覺得其實是悲劇啦 那就以後再說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繼續看 我們這個第4頁的講義 有關大官員中這些屋舍的這個座落 跟他的這個設計問題呢 我們必須要來注意到 大官員中的這些屋舍們 屋舍們 事實上表面上是所謂的 具有加護獨立自主性 而因此基本上表現出一種平等的精神 但事實上不完全如此 所以我覺得大官員真的是一個 一定要非常精細的 然後要非常仔細推敲 而不能用想當然爾的一種簡單二分法來看待 怎麼說呢 他哪裡沒有平等呢 有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在大小跟尖數的一個數字上面 就體現出差異 就是說這些加護呢 當然都各有各的獨特性 因為他體現了一種成長的造型 而因此各有鮮明的特色 但實際上在規劃上他的大小 也呈現出他們的某些現實地位 是現實地位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們螢幕上有跟各位提醒一下 來 就是相對於榮寧府宅 這就是大官員外的那些 所謂的倫理性的建築 他們基本上是用來表徵倫理秩序的 所以他們一定做北朝南 然後他們一定是採取中軸對稱 跟深境平原的這種格局來設計 因此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段話很重要 因為我做過專題考察 榮寧府宅作為一個倫理秩序的一個象徵 他們用來 既然叫倫理秩序是不是就有尊卑有高下 對不對 一定如此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就要表現出人跟人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時候 他常常用到的那個方位詞 事實上跟在大官員中的用法是不一樣的 那麼基本上在榮寧府宅 要來呈現出他們的尊卑高下的時候 那麼連帶會使用的一個方位譽詞 就是表現出那個由身體感為中心 透過你的一個這個界定 那麼東西南北上下的這一種感受 就反映到人文裡面的各種象徵意義 那這個方位譽詞 會使用在榮寧二府中的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東西跟上下 那麼中國是不是以東為尊 好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所以不要忘記榮寧二府哪一府是在東邊 當然是寧國府 有沒有 那賈赦雖然不受賈母的寵愛 可是他畢竟是席爵的長子 所以他的院落是不是也是在榮國府的 相對的東邊 記得 那所以這個東跟西呢 實際上你常常可以在榮寧二府的各種活動當中 看到這個用詞 雖然我知道你們都沒有注意 那這個當然是要透過研究 然後加以整個這個全面的考察 然後我們才能夠看出他背後呢 引然所賴以建構他們一切的這個活動的基礎 這個是他的根本原則 可是另外一個 除了東跟西的這個方位之外 東跟西是不是還用在座位上還記不記得 好 尤其在炕上 那東邊的位置其實就是誰坐的啊 是不是一家之主 男尊女卑嘛 所以還記不記得王夫人坐的位置 是不是在西邊下手 還記得嗎 所以所謂的西邊下手 這個基本上他們彼此之間就形成一種連帶的 延伸的 可是都是構成這個二元的這種補充關係 那就是說東往往就被稱為上 那當然就代表尊 那麼如果是西往往就會跟下連在一起 所以王夫人坐在西邊下手 他事實上所反映的呢 就是你地位上面的比較相對的卑下 你看卑跟下又是一個連詞 那麼當然這個還可以一路連下去啦 例如說用在性別上當然就是男尊女卑 然後左跟右是不是也有這種尊卑的 這個隱含的意義 所以大約就是這樣的一個連帶的邏輯 好 那麼這個事實上就是在榮寧二輔中 座位或建築各式各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要進行協調才能夠彼此共同生活的情況呢 會使用到的一種方位上面的規劃 那麼但是呢 但是大觀園中表面上比較自由平等 我說的表面就是實際上不可能 那他不可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呢 我考察過真的太有趣了 那麼在大觀園中的防射呢 他的多樣性 除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遠跟近 這些不同的等差來呈現之外呢 他事實上是比較偏向於大小 來呈現他們之間的一個現實的尊卑 或者不要說尊卑 而是他們的一個現實的地位 那個現實地位指的是原外的 大觀園之外的那個現實法則的一個滲透 然後呢 於是影響到這些物色之間的若干不平等 什麼意思呢 照理來講我們都認為 比較大的是不是通常就比較好對不對 你占地龐大資本雄厚等等 那麼這個都可以透過這個空間感去呈現的 那小當然某個意義來講你的資源就有限 你能夠運用的空間也有限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呢 住的小住的大 這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也有一點點那個不平等在裡面 那大觀園中屋舍之間有沒有這個大小的差異呢 其實有 其實有 所以我們下面做了一個整理 首先呢 要先說明的是 那它的大小又透過什麼樣子的單位來呈現 除了一般的描述說我這邊比較大 裡面比較小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其他可以賴以丈量 區隔大小的一些依據呢 有 我發現呢 他用的就是所謂的這個開肩術來呈現 那什麼叫開肩 這個是中國建築的一個語詞 因為中國的建築有它本身的一個特色 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那基本上呢 先告訴各位 所謂的間 間的概念就是來自於間駕 這個駕是架構的那個駕 所以我們會叫做間駕制度 就是用柱跟梁彼此之間所形成的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就叫做間 就是梁跟柱 那柱子跟柱子之間呢 加上梁構成的這個空間 雖然跟旁邊的空間是穿透的 不過用這個柱子跟梁合起來 這就是一個間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過那個王府的門 是不是有三間 五間 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有用那個柱子讓大家來看嘛 那事實上在室內也是如此 那這個間的概念呢 來 我們給大家一幅圖來看 這個圖呢 事實上是唐代的 一個建築的模型來還原的 那當然這個跟我們現在要看到的 清代的這個建築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我是希望你們先認識什麼叫間駕 那上面這個就是梁嘛 先設好梁 那下面當然要有柱子來支撐 那麼支撐好了之後呢 那才開始進行其他的這個相關的 一個這個板竹的工程 那你看這個梁跟下面的這些柱呢 整個構成的這樣一整個 整個那個空間桿 他就是一個單位就叫做間 那當然這個柱子實在太多了啦 已經比較有點像希臘神廟 那當然我們在那個清代的那個建築裡面 主要其實就沒有這麼多啦 那大概就是聽跟柱啊 因為你要支撐那個梁 所以有時候要好幾根柱子 那反正就是四根柱子之間 那個就叫一間 那所以呢 一間有的時候就叫做開間 因為他事實上不見得都是一間一間封閉的 他是柱子柱子柱子之間 那他可能空間是相通 可是因為他呢總共有四根柱子 那他就會變成三間 這個叫做植樹問題 你們小學的數學應該都要學過 兩邊種樹有沒有 嘿 這個知道 好 所以你看數學很重要的 不能因為你是中文系 就是說我可以不用數學很差 不可以 好 那所以這叫開間 那當然啦一般而言 你這一個屋舍所佔的那個開間數越多 他的空間是不是就越大 沒錯吧 好 所以就此就這個原則來推論呢 我必須告訴你們說 《紅樓夢》裡面 為大觀園中的屋舍所設計的 事實上真的有大小之分 而這個大小之分非常有趣的是呢 他事實上跟原子外面的那個社會的 倫理的理智的那些價值觀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這事實上原外跟原內是有他相通 而不可能斷然二分的地方 好 所以來請看一下 那我們來先注意一下 這些有空間大小 可以來這個考察出來的有哪些 首先第一個比較大的是哪裡呢 當然是稻香村 那這個稻香村到底如何的大法 我們就沒有辦法具體的查知 那麼只知道說 來請看第37回有提到 我們就直接先看螢幕好了 那因為這個我們探村登高一呼 號召大家來這個舉行一個施設 那是一個非常豐雅的活動 那麼當然李丸也很被鼓舞 因為他作為長嫂 他覺得呢本來是我有這個興致 可是怕大家不支持 所以他也沒有提 那如今這個三妹妹有這樣的意願 那太好了我們大家都來幫忙 而他自認為我序齒最大 好 你看序齒我大 什麼叫序齒 就是年齡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序字 好 序字當然就有順序 順序就是一個高下 一個先後的一個排序了喔 那麼一方面他年紀比較大 二方面呢你看一下喔 我那裡地方大 盡在我那裡作社 所以你看他地方又大 所以可以容納這麼多姐妹們共同呢 來這個吟詩寫作喔 所以呢他認為要起施設 我自見我掌坛 什麼叫我自見我掌坛啊 就是他要大家來當社主知道嗎 好他就是這個施設之主 那由他呢來做各式各樣的調度安排 所以都要聽他的號令了啦 那為什麼他說我要可以有掌坛的資格呢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敘迟最大 第二個他地方大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些都是密切相關喔 當然啦 如果我們要再多說一句話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事實上李丸呢 又是大官員裡面呢 資產最雄厚的一位 他最有錢 他領的月錢呢跟年曆 是所有的女孩子裡面最多的 我算過他大約可能是林黛玉的20倍 是20 這個是比較籠統的說法 也許你有到那麼多 可是你如果就我們考察到的數字 他是20倍之多 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吝嗇 好我們以後對他有機會再說 所以紅杏花不是隨便亂開的知道嗎 那個杏花是燦爛開放 暗示著這一座修火山的內在呢 還是有跟我們人一樣的貪稱痴 等等的人性 那這個呢 我們以後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好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稻香村是大官員中 佔地比較大的屋舍 所以可以容納這麼多十幾個 相當十幾個人的這個人數的活動之用 那但是他到底有多大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有其他的資訊來考察 不過我要跟你們說明一下 他為什麼是大官員中最大的屋舍呢 請注意 第一個 他體現的呢 就是他身為長嫂的一個倫理優勢 好 所以請注意 序齒我最大 那麼不只是年齡大 他也是長嫂 而長嫂的這個地位呢 基本上又是倫理世界的一種觀念 所以他體現的是一個所謂的倫理秩序 一個倫理優勢 好 那當然他事實上 因為地方大又有空間的優勢 可是為什麼他有這個空間的優勢呢 因為他是長嫂 好 那那麼所以呢 連帶的啦 連帶的你會發現他在經濟上面 也因此獲得了 也同樣獲得了很大的優勢 那這個以後我們有人無論的時候再說 好啦 所以要注意 長嫂的身分使他擁有最大的一個居住空間 那這當然也是源自外面的一個理智的概念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請各位看一下 大官員中屋舍還有比較大的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橫吾苑跟一鴻苑 好 這個在第56回的地方有提到 來 我們請各位翻到那個 我們探春在整頓大官員 所以想了很多這個開源節流的方法 那麼把所有的地方都做一個規劃 讓他們具有經濟產值的這個情況 於是我們的肖香館本來是 鳳尾聲聲 龍吟細細 充滿了詩人的審美氛圍的一個所在 那麼被我們的探春一整頓呢 他就變成了竹筍產區 好 對不對 然後呢 就變得很有高度的 可以到市場上面去交易的一個商品價值 那這當然是無可奈何 這當然是無可奈何 那麼可是呢 他規劃了半天 好 就注意到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請各位翻到871頁 這邊呢 請看倒數第四行 那麼一一的規劃之後呢 探春就萬息啦 他說可惜啊 橫吾苑和永遠 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 好 這個利息不是我們今天 什麼把錢放在銀行裡會生出的那個interest 不是 這個利息就是可以有利益 可以有資息 懂嗎 就可以有一些經濟的效益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探春告訴你們 他真的是個喉門千金 所以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怎麼說呢 喉門千金的生活不要忘記 就是非常的千之 金之一玉業 那麼非常的千尊萬貴 所以他們的生活是飯來 張口 茶來 身手 他們基本上是不懂得花錢的 你們知道嗎 這種人家出來的公子小姐 是根本對錢沒有概念的 因為他們從小完全跟這個是無關 所以不要忘記 石香雲在大外園中撿到當票的時候 他根本認不出來 他說是什麼帳篇子 看不懂 然後拿給林黛玉看 林黛玉也看不懂 有沒有 結果後來是誰看懂 薛家母女 因為薛家母女經營當鋪 他當然看得懂 好 對 但是這不是他們的錯 不要以為經營當鋪就是 你們都是落井下石 你們都是盤剝重力 趁人之為 趁我打劫 然後就把人家做得難聽 不可以這樣子的 要回到人家的社會背景 跟他們的這個階級特色 告訴你們經營當鋪 根本就是八旗的那個上層階級 他們被允許的一種合法事業 甚至呢 我們已經從歷史上考察出來 有一位什麼厄倫公主還是誰 當她出嫁的時候 皇帝就賞賜她很多的嫁妝 其中就包含幾座當鋪 知道嗎 這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理解紅樓夢 真的不要就自己想當然爾 然後就開始用自己的常見 來做你詮釋的那個依據 這個是有問題的 何況就算是我們現代 當鋪就真的一定是趁國打劫 都是壞心的商人嗎 不一定啊 也有些當鋪他們的經營方式 他當然要收利息 不然他怎麼活下去 對不對 可是他真的是不是可以救人的急難 有沒有 你有急事 然後你一時之間沒有辦法周轉 你用你值錢的東西來借現金 然後是不是可以幫他渡過難關 如果你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態來經營 他事實上可以是一種 打上引號的一個慈善事業 那當然這個呢 都有很複雜的一個條件 要再去做各種推敲 我們現在就不要一概而論 我的意思只是在說 不要忘記這種呢 王府階級他們的當鋪事實上 一點都跟我們今天的那個認知 恐怕有很大的差距 這個請大家要注意 好 所以我們這位探村多可愛 他為什麼知道呢 肖香館的竹子可以生產竹筍來賣錢 你們告訴我為什麼他知道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就要告訴你們說 這種侯門千金 他完全是不知事事的啦 這種外面的世界用金錢可以交換東西的 完全不在他們的概念之下 因為他們生活所有一切都是別人服侍的 那麼為什麼他會知道可以這樣做 我們的曹雪芹給了一個非常合理的現實邏輯 他絕對不是在寫一般的虛構小說 所以那是因為 來請看868頁 好 就是因為他們家的一個大管家 就分潤了主子家的威勢跟恩寵 所以是不是也另外的整頓的加成業就 是不是他們家孩子也可以去捐的前途有沒有 也可以做官 然後有足夠的金錢 是不是也去弄了一個小花園 跟大官員不能比 不過也有模有樣有沒有 好 那就請了主子們 因為這是主子的恩寺 讓他們可以不必終身為奴的 然後非常可憐的 那給他們這麼好的這種一種恩慾 所以就請了賈家的人去到他家去喝喜酒 這樣的意思 那盈村當然 探村就去了 探村去了之後就跟他們家的女兒聊一聊 才知道原來如此 每一樣東西都有他的現實利益的 所以請看868頁 就在那個前面這一段數過來 反正就這一段的倒數第三行 那麼平兒就回答這個探村的話說 他們家的那個園子沒有咱們這個一半大 那樹木花草也少多了 那當然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弒奴出身 那探村就說 我因和他家女兒說閒話誰知 那麼個園子 那麼個園子就是蠻小的 跟我們家不能比 沒想到竟然有這樣的利息 他說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 一年還有人包了去 年中足有二百兩銀子剩下來 他說從那日我才知道 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 就是因為有人教他啦 他才知道原來如此 好那現在我們賈家有了這個經濟上面的問題 所以他就如法炮製 這樣懂意思嗎 好但是問題是真的是釋迦千金 所以他學到什麼 他只知道他學到的那個部分 那人家沒有講的呢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來請看接下來871 他就開始萬席啦 那橫無苑跟怡紅苑這兩處大地方 竟沒有出禮席之物 這個是因為橫無苑跟怡紅苑 大利息的那些物資 是賴大家的那種小花園不可能有的 所以賴大家的孩子們所說的 就不包括這一項 所以探村就因此也不知道 這樣懂嗎 好於是呢 最奇怪的是問題是誰知道 是李丸知道 李丸不是搞怒死灰嗎 他不是一概無見無聞嗎 但是你看李丸盲笑到橫無苑更厲害 如今香料鋪並大事大妙賣的各處香料香草 而都不是這些東西 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 好那怡紅苑別說別的 單止說春夏天一記玫瑰花 貢下多少花還有一袋梨巴上面的那些邊舊綠梨的 薔薇月記寶相金銀藤 那麼單單這些沒要緊的草花乾了 那麼賣到茶葉藥鋪裡去也值幾個錢 天啊他算盤打得好金啊 而且什麼東西值多少錢 他竟然撩落執掌 你們不覺得李丸實在太令人耳目一息 令我們呢大開眼界這位這位太太 我本來想說小姐你們不要笑 我本來想說小姐可是她已經不是小姐 那我該怎麼說呢 也不是姑娘對不對 所以她有不為人所知的某一個心理的面相 好那這個呢 我們等到李丸這個專題再說 好啦 所以呢 我們的探春真正展現出 她作為喉門千金的不知事事的 對於金錢沒有概念的這一面 但是呢由於之前有人教 現在又有李丸提供的訊息 所以她終於知道 原來這些看起來沒有任何實用性的東西 因為這些花是不能吃的 可是不能吃的東西 它可能經濟效益更大 為什麼 請你們看一下 我們遺紅院不是有這些香花香草對不對 那橫木院更多了 這些東西曬乾了 請注意賣到那些市場上去呢 你們注意一下 她秤重的單位是用什麼來計算啊 兩或者是錢啊 可是你賣竹筍要用公斤來算啊 懂嗎 一大袋的竹筍可能賣不了多少錢 可是呢一小袋的香花香草 可能呢價值更高 所以我們的李丸才會說他們更厲害 了解嗎 他們的利息是更大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空間的議題 請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的探村說 橫木院和遺紅院這兩處大地方 好不好 所以證明了呢 在大觀園中各處屋舍當中 除了到鄉村之外 還有這兩個地方最大 那這兩個地方到底怎麼大呢 我們現在就要回到這個開肩的這個觀念了 經過研究 首先是我們的這個橫木院 它是大地方沒有問題 因為探村已經這麼告訴你了 但是它多大呢 我們有透過這個相關的考察 橫木院是有佔了五開肩 因為它有五肩 它是五開肩 那這個證據 我現在沒有附註 那就下次再補給你們 它是五開肩 那另外呢 這個遺紅院 它沒有特別說它是五開肩 不過呢 它有提到在二十幾回的時候 有提到那個賈雲 賈雲他來這個遺紅院來探訪 來拜望 應該用拜望 因為他不是認寶玉為乾爹嗎 然後來拜望他 那透過他的眼睛呢 他說這個遺紅院有小小五肩豹下 那豹下是什麼呢 豹下指的就是 主建築外面的一些附屬建築物 那它比較是既然是附屬性的 它可以用作起居 也可以做一些別的用途 那既然它有五肩的這個豹下 那我想它的主建築物呢 也應該大概是五肩 來 各位請看這裡 好 這個是那個 我們的遺紅院跟這個恆無院的部分 請看我們這邊的說明 那就是呢 我們的這個遺紅院 雖然它沒有提到說 它有幾間房內 只有泛泛的提到說 這幾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 那這個只是一個很不確定的 用幾間來帶過 但是呢 在第26回 26回透過甲雲呢 我們看到的是上面有小小五間豹下 那提醒你們 提醒你們 有一位學者有注意到 《紅樓夢》中 注意 不是大觀園 是整個《紅樓夢》裡面 凡是重要的建築物 我們作者常常會提到它有豹下 那例如什麼地方 你們有沒有想一想 整個《熔寧二府》 作者在敘事過程當中 確實有提到豹下的 首先出現的是王夫人的住所 好 是王夫人 那當然它很重要沒有問題 那另外呢 我們的那個遺紅院當然也有 那所以從這個五間豹下 來反推 恐怕遺紅院的這個建築主體 大概也是五間 不過呢 不只這個證據 有另外一個證據是 第41回 我們的劉姥姥呢 她不是醉過遺紅院嗎 因為她上完了廁所 然後頭昏眼花對不對 又有半喝醉半什麼 又蹲太久 所以當她要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迷路了對不對 一路就闖到了遺紅院 然後呢 透過那個一路闖關的過程 如果仔細考察 這個有學者考察出來 我覺得她的考察是對的 她說呢 從你的什麼 她又經過一個什麼 又轉過一個門 又經過一個什麼什麼之類 總共算起來 她確實也是五間 也是五間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她的過程經過三道門 又經過一座集醒格子 那經過三道門再加上集醒格子 怎麼樣 兩邊不中樹對不對 那所以總共是不是應該有五間 經過四道嘛 四道那個間隔 那所以兩邊不中樹是總共就五間的空間 了解嗎 好啦 所以她的主屋是五間的格局沒有問題 可是這為什麼就因此而大呢 所以請各位注意 基本上來講 大觀園中的其他的屋所呢 都是所謂的三開間 那麼最明顯的是誰呢 就是肖香館 那麼在第17回的地方 我們請 那當時有請各位注意 那麼好吧 請大家再來看一下 那個17回256頁 那麼就在賈政一行人到了這個所在 在倒數第六行 請看 上面小小兩三間房舍 一明兩岸 還記得嗎 所以她總共有幾開間 三開間 對不對 那麼另外請再看第40回好不好 那麼第40回呢 透過我們劉姥姥到各處 那讓我們可以深入到大觀園的隱密的內部 而看到這些女孩子們各自不同的靈魂活動的狀況 所以也可以看到他們獨特的靈魂造型 那麼其中呢 就有提到我們的以秋爽齋很特別 在619頁 好 請看一下第二段 那麼當大家來到探村房中 只見她娘們正說笑 請看探村素喜闊 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 看到了沒有 所以是三間 這個三間屋子不是說我有三棟房子 不是 它是指三開間的意思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們的這個主要的這個開間數 其實大部分就是三 但是呢 宜弘院跟橫武院比較大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的看到它的開間數呢 相對也比較多 他們是五開間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完全互相吻合 只是說我們這邊要做一個小補充 來 我們這個橫武院的五開間是在哪裡 就在第17回 我們這個賈政帶領大家的這個遊園 就有提到 因為這邊涉及到一個建築的屋頂形態 我想請大家一併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在第17回 200已經是261 來中間這一段 賈政因見兩邊巨勢抄手遊郎 便順著遊郎步入 只見上面五間傾下連著捲棚 四處出郎 那請注意這裡的五間傾下 也不是像我們今天一樣獨棟五間 不是 它就是五開間 那這個五開間怎麼看得出來 當然看得出來 你就看那個柱子樹木就可以算了嘛 這樣聽得懂了嗎 所以這個是一目了然 那基本上這個橫武院 為什麼是有特別提到連著捲棚 來 我請各位注意一下我們的這個螢幕 我這邊有把這個捲棚找出來 讓大家這個參考一下 就是說中國的屋頂有很多種造型 那因為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所在 它會有不同的設計 那這個是一個這個草圖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其中屬於捲棚的是這裡 這一個 好 那這個捲棚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它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 它沒有明確的屋脊 好 你們看一下 上面最高的這條棱線 它是圓滑的 不是有那個清楚的那個棱線出來的 所以它有點像緩坡一樣 這樣子的緩慢的一個坡度越過去 這種就叫捲棚 那我請大家再來看另外一個 剛剛那個是一個手繪的草圖 我們來看實際上的一個圖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捲棚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它就是緩坡式的 你看沒有一個突出的屋頂 沒有一個明確的冷線 好 這種就叫捲棚 那問題在於大觀園中的這些建築物呢 包括宜弘院 包括硝香館 你們認為他們的屋頂應該是哪一種造型 只有橫無院特別提到它是捲棚 那其他都沒有提 那當然請注意合理的推測 大觀園中的屋舍除了那個正殿 那個正殿不可能是捲棚之外 應該大多數都是捲棚 怎麼說呢 這就是捲棚這一種特殊的屋頂形式 它適用的一個對象是比較明確的 它是一個比較不正式的屋所 屋羽 屋所所使用的一種屋頂形式 它絕對不是一種正規的正統的重要的處所 具有權力象徵的處所會採用 因為它你看這種緩坡式的 一看就沒有那種雄偉有沒有 沒有那種氣勢 它基本上就是比較用在次要的 附屬的 也因此可能就比較容易在園林這種空間的 的建築去使用的一種情況 那麼即便是在皇城裡面 因為皇城裡面建築很多 因為後宮家裡就3000人 大家都要有一個地方住 那麼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較是那一種嫔妃 絕對不會是什麼光明正大殿的 這光明正大殿絕對不會用這種屋頂 就是比較次要的附屬性的 皇城中也會看到這種捲棚 所以你一看那個建築物的造型 你大約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身分地位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的這個大觀園呢 當然它作為一個園林空間 所以基本上它大多數的建築物 就是採用捲棚好不好 好 那只是說我們剛剛特別提醒 那正殿作為皇妃回來醒清的一個 正式的軍權體現的所在 它就不可能是這個捲棚 那只是說我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為什麼只有這個 橫無苑特別提到這一點 那這個也許大家就可以再來想一想 因為只有他提到是五間 其他的地方就比較沒有做這個方面的刻畫 那這個我們都可以再去多想一些 但是目前我不認為我有一個比較好的 不至於穿著附會的解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現象提醒大家注意 那給大家多一點可以去思考的一個根據 但其他的我們就以後再說 不過呢 最後我們要做一個小小的 對這個大小跟尖數的總結 就是請你們注意 他們基本上這些 我這邊沒有提到 在這邊來 請你們注意 它雖然會有各自的讀特性 而彼此構成差異 不過請注意 無論是三開肩 五開肩 無論肩數大小 它都不是深近平遠的特色 它不是這樣子縱深式的去延續 它是比較是橫向的延展 因此呢 它體現的是一種平淺的格局 就是這樣 它的那個建築主體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平淺的格局 所以如果是三開肩 那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分布 如果是五開肩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規劃 懂意思嗎 那中間這邊基本上都是一個比較是 一般活動的一個比較半公開的場所 所以臥室通常就會在兩側 好 那所以我考你們 怡紅院裡面寶玉所住的那個臥室 當然最隱密 最重要 它在哪一邊 當然不是這裡 因為這裡是比較人來人往 你要從這裡才能夠通到這兩邊的房間 那怡紅院比較是 它的主臥室在哪裡知道嗎 它大約是在這裡 為什麼 這裡跟東西沒有關係了 我們剛剛說過 在大觀園裡面 它的尊卑的一個體現在空間上的一個情況 就不是透過東西 而是透過理跟外了 所以大觀園裡不是沒有倫理秩序 更應該說它不但不是沒有倫理秩序 假設它沒有倫理秩序呢 最終就是導致自我的崩潰 我們現在就要來談這個問題 好 所以請大家繼續往下看 所以來 整理說來 大觀園中的這個各處的屋舍之間 具有平等的獨立性 然而呢 就因為如此 所以它也沒有這個榮寧二輔 往往以用這個上下的這個方位 譽詞來展現出尊卑 那麼他們用上下來展現尊卑的時候 就會常常提到上房這個詞 這也是我要提醒你們的 《紅樓夢》裡面到處提到上房這個詞 可是那些上房指的是誰所住的地方 知道嗎 包括賈母 王夫人 還有行夫人 還有秦可卿所住的 還有包括尤氏 這些人所住的都叫做上房 那大觀園裡面有沒有用到上房 這個詞的例子呢 我告訴你們 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上下的一個尊卑的方位譽詞 確實指存在於大觀園之外 的那些所謂的宇宙式建築中 那麼至於大觀園中的建築物 它當然還有尊卑 也有它的倫理秩序 但是它就不是用上下來表現 它是用理跟外 所以來 請繼續往下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大觀園中各屋社內部的空間結構上 存在著明顯的中心與邊垂的區隔 可是這個中心與邊垂呢 不是整體來說的 是就某一個空間來看的 我們往下看 它事實上也依然存在著很穩固的 不平等的接續關係 所以它用來投射尊卑插序的空間隱域呢 就不是這個榮林府宅的東西跟上下 而是用各房當中 裡外有別的這一種區化 那麼以內外為階級差異的分界 那麼它的私密性跟尊貴性 就會跟它空間位置的裡外層次 成正比 也就是越裡面 它的這個能夠進到這個空間的人 它的地位就越尊貴 然後它的私密性也越高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以這個儀弘院的這個五開間來說 這個就是最裡面 這個已經不是西邊的這個碑下 而相反的它是最裡面最隱密 因此最尊貴 這樣瞭解意思了 好 然後我們要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官員裡面事實上它的尊貝 也是被嚴格遵守 吊詭的是當這個尊貝的空間區隔 沒有被嚴格遵守的時候 也就是大官員要崩潰的一個徵兆 這個實在太微妙了 所以我們下面舉一些例子讓大家來看 但是這些例子呢 我們要正確理解之前 我們先整理一個表格 讓大家知道裡外如何跟尊貝 形成一個正比的關係 首先請注意一下 裡就是尊 就是高的位置 那麼越往外 外圓去延展 也就是越卑下 越低劍 那這樣的一個秩序安置呢 如果投射在人與人的那種關係上的時候 請注意 就每一所屋舍來考察的話 那麼最尊的人他活動的範圍區越廣大 也最能夠深入到裡層 那就是所謂的主子跟小姐輩 他們是整個場所的主人 因此他身居內室 那活動區就當然是涵蓋 整個屋舍的所有區域 那麼在他之下的那個等級的人是誰呢 就是所謂的大丫頭 這個大丫頭我跟各位提過 這個甲府當中有給他們不同的外號 一個叫二層主子 一個叫做副小姐 還記不記得然後呢 這個副小姐就說明了他們的身分 幾乎等同於這個主子小姐 那因為他們是貼身伺候的 所以他也分享了主子小姐的庇護寵愛 跟這個榮耀跟特權 所以他的活動領域跟主子小姐是相同的 所以賈寶玉住在這裡 你們知道嗎 秦文跟習仁也同樣住在這裡 所以他的設計是這樣子 寶玉當然有他很滑跪精緻的床 但是同一個空間裡呢 會有設一個所謂的外床 這個外床就是連半夜的時候呢 都可以就近來服侍寶玉 例如他半夜睡醒啦他要喝水 那立刻要有人知道他醒了要什麼 他要立刻服侍 懂意思知道 所以一定有一個外床隨時陪伴他 尤其寶玉呢更特別了他很膽小 所以他一個人不敢睡 所以一定要有人陪他 所以靈靈種種使得他們世上就是呢 共同享有這個最私密最尊貴的空間 好 那所以這個是大丫頭 也就是傅小姐跟二層組子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等級呢 老實說真的是最可憐的一集 他們是幾乎是名不見經傳 那跑腿最辛苦 然後呢也經常承受大丫頭的打罵的 那一個階層 那就是小丫頭 好 那小丫頭呢是這樣子喔 他們一般情況之內呢 是不能進入到內房的 他頂多只能在這裡活動 然後呢他活動的地方大概就是聽前 聽當然就是一個比較公開的一個場所 或者在門邊或者是外面有走廊 就在這個狼嚴下或者是更外面的台積 他們幾乎就是在那邊隨時待命 聽後拆遣 因為呢這些組織們 既然他們的尊貴身分 是讓他們不能夠有任何的體力勞動 所以都要由這些人來負責 那這些人因此就隨時要在身邊聽後拆遣 要茶 要水 要什麼的 那就是吩咐他們去跑腿 那麼例如呢像林黛玉出自賈母上房 有沒有注意到賈母就用到上房 那麼他就會見到台積上呢 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 你看他就是在台積上 然後呢另外呢 還有一些剛剛我們所歸納的那些門邊 聽前的所在 那當然因為他們是要跑腿辦事的 所以有比較大的一個機動性 那麼如果有事他們就要進來問 比如說他在門邊後傳 那麼一有事就進來問說 現在是不是該傳飯了 現在該怎麼樣了 然後就聽吩咐再跑出去辦事 那所以呢有時候用餐 那當然他們也要來伺候 所以也可以捧了盒子進來站住 但是他們所進來的地方呢 就通常是比較這種半開放的所在 所以說啊 小丫頭所在之處呢 是比較屬於傳統建築當中 那麼包括廊道 包括那個閻廊 或者是門屋之間 這個呢都是所謂 介乎室內跟室外的這種中介地帶 所以才能夠有一個比較高的這個機能 那麼可以受到靈活的調度 然後也可以擔任許多繁瑣的工作 所以這樣的一個中介空間 就是門邊啊 廊道啊 或者是聽錢 這基本上呢提供的一個建築的空間的功能 就是聯繫或者過渡或者是緩衝 或者是轉入等等這樣的功能 那就是因為小丫頭他本身身分上 是必須要受到這樣的一個隨時後傳 然後靈活調度的需要 那當然他們真的很可憐 因為只要一步如意 大丫頭是可以打罵他們的 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的情文是不是就常常打罵小丫頭 他常常打罵 所以其中有名有姓的一個 不就是罪兒嗎 對不對 那因為當然罪兒偷了蝦虛濁 他確實犯錯 可是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作為大丫頭的情文 是不是也毫不猶豫的 來動用他作為大丫頭的權利 就用那個什麼簪子去 叫搓爛他的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小丫頭基本上就是 做最繁雜的工作 可是又要承受最多的 這種可能是更多的上位者 對於他們的責罵 那另外除了小丫頭之外 最下層的就是媳婦跟婆子 就是賈寶玉所謂的魚眼睛 那他們就空間上面就在更偏遠的 尤其是室外的一個所在 他們一般就只能在屋外的階梯 就在那邊 他們或者是守夜 做更 通常是不進來的 當然有事他們還是可以進來 不過基本上他們的空間 就是要守住在一個戶外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啦 做的當然就是比小丫頭更多的出火 像什麼往來跑腿啦 他還要僵洗 要提水這些 而他是不可以躍躯的 所以你看這樣子的一個等級結構 就反映在空間的裏外差別上 我們現在只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第58回出現了一段很有趣的例子 那反正這個就是從第45回之後 我們作者就已經開始把他的筆觸 那麼轉移到大家族內部很複雜的人際關係 這個人跟人之間的是非恩怨 那就有提到一個一番爭吵 結果其中呢 我們作者就提到小丫頭啊就被罵啦 就覺得說你們怎麼可以讓這個婆子跑進來 你們為什麼不守住那個界線 那小丫頭當然也很冤枉嘛 他說有啊 我告訴他不能來 他偏偏要進來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他們就被罵了 那當然就這個遷怒也轉移到那個罪魁禍首 他就譏諷那個跑進屋裡 那奪碗吹湯的和婆子 好 這個故事你們應該都知道啦 就是指那個方官嘛的那段故事 那小丫頭們的說法請注意 他就說你搞不清楚啊 我們到的地方啊有你到的一半 還有一半呢是你到不去的呢 結果你何苦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 懂意思嗎 所以小丫頭的能到的地方 只有一半是婆子們可以到的 那麼可是小丫頭能到的地方 又是整個空間裡面的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婆子的室內空間是被嚴重的壓縮 因為他們地位最低 結果呢我們這位何婆子 逾越了這個空間界線 所以就導致了這個污舍的一個 倫理秩序的一個鬆動 那某個意義來講呢 也就動搖了權威 也動搖了這個所在地的平穩 跟他的這個穩定 那說實在的呢 陸陸續續接下來 大觀園就面臨很多崩潰的徵兆 這是其中之一 所以下面有一些例子啦 那我們就只好下一次再說了吧 來吧 你不可以想著